出国旅游很开心 不过有一些人出国不小心遇到意外或生了病 这个就很麻烦了 有一位70多岁的奶奶去日本玩 开岛住院竟然花了200万 还有人到韩国去玩 不小心滑岛早产 这费用算一算也要好几百万 结果呢 接下来我们中视新闻要告诉你了 只要有医院的诊断证明跟收据 6个月内健保是可以部分给付的 再加上个人医疗的保险理赔 可以减轻不少的压力 旅游忘记去日本赏樱花 但就有一位台湾70岁的老奶奶 突然身体不适得开刀治疗 看不到樱花不打紧 结果医药费高达200万台币 先前去韩国玩导致孕妇早产 医药费也破了300万 但千万别慌 因为海外急难救助 还有全民健保和个人保险 帮你撑腰 住院的话是用每日7600元 现在最近的一剂 我们几乎给医学中心的 每日的医疗会用7600元 为上限 除了住院外 看门诊和急诊都有补助上限 如果你在日本急诊又住院一周 健保就能补你56831元 剩下的就只能靠个人保险 最好能够投保 所谓的海外旅行平安保险 特别是有针对有附加 所谓的海外的医疗 海外的一些急难救助 出国玩最开心 但碰到商医院最扫兴 又伤荷包 特别提醒您 一定要保留好诊断证明书和收据 6个月内尽有意识认可 健保都能帮你部分给付 加上个人保险理赔 就能替你守住荷包 中文记者张昭鹏 黄桂台北报道